呼吸也能挣钱,你还别不信,在成德,不论是森林、湿地还是草原,这里的一草一木不仅靠呼吸挣到了钱,还做成了大买卖。 前不久,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在成德市举办第四批降碳产品价值实现集中签约仪式,现场就实现交易额2600余万元。 刚刚提到的呼吸其实就是指碳汇交易,像钢铁、水泥等二氧化碳排放大户,都要通过买碳来抵消工业排放,确保实际碳排放量符合规定。 成德森林资源丰富,总量华北第一,国有林场资源占全省的半地江山。 有了这样的好底子,吸收的二氧化碳自然就多,再将它们申请为碳资产进行卖碳,一笔完美的碳汇交易就完成了。 目前,成德市以累计碳汇储备500万吨,实现交易量80余万吨,交易额4000多万元,占全省的87%,经济效益有了,生态效益自然更突出。 以塞涵坝机械林场为例,塞涵坝百万亩人工森林生态系统,每年可为卵河、辽河下游地区含氧净化水源1.37亿立方米,每年可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可供近200万人呼吸。 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在中国国际生态竞争力峰会上,全国共有五个城市获得2023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称号,成德位列其中。 卖好碳,护好城,咱成德真正做到了点碳成金。